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下面又是一個APT的場次,那我是GD 我們這次有非常多的這個APT相關的議程,其實這也呼應了大會的主題 就是我們是一個CyberWire的這個時代 那APT在平時就是可能它是以這個像是間諜活動的形式出現 所以這個Earth Luska這個Earth其實就是espionage這個間諜的意思 那在這個國內的資產公司,好幾家資產公司都有很多很優秀的投稿 包含這個趨勢有好幾篇,那等一下還有奧義的還有T5的這個不同的APT的投稿 那這一場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這個Joseph的團隊 他跟剛剛的這一場,剛剛上一場是算是這個姐妹的團隊 就是都是做相關的威脅研究 他們的主題也非常的相關 那剛剛就有這個聽眾提問到底跟前一個有什麼差異 這個有微妙差異,因為他們都是來自這個相同的地區 那也使用有一點類似的手法,工具可能也有一點overlap 但是你仔細聽的話可能知道他們是可以分出兩個不同的群體 那就讓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這個Joseph為我們帶來Earth Luska研究 OK 他是什麼樣的group 然後很快的帶過說 他是怎麼建構他的網路的伺服器的部署 然後他怎麼樣去攻擊這個他們要攻擊的對象 以及他們成功攻擊以後怎麼在內網裡面進行移動的一些技巧 最後是我們在研究過程找到的一些其他的發現 OK 那Earth Luska 那之前也有其他研究員發過他們的報告 他們的名字可能叫其他 叫TAG22或叫Fishmaster或Fishmonger 那他們的行動在更早之前其實也有被報導過 不過他們的行動就會被分為是在被認為是這個Winty Group 或者是APT41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用的這個mower有一點overlap 像是這個Winty或ShadowPay的都是之前知道這個Winty Group會使用的這個mower 所以他們的行動就被早期被認為是這些group的行為 不過後來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出來以後 我們就知道說他其實是一個獨立的group 那這個group的行動從2019年開始發現 那他們主要的目的就是以偷竊情資為主 那我們也有看到說他去攻擊這個賭博行業 那這部分我們就會認為他可能是跟這個金錢比較有相關的行動 那這個Earth Luska他們攻擊的國家主要還是在這個中國周邊的國家 尤其是台灣是他們攻擊最多的其中一個國家 那另外他們我們也有看到他們活動在這個歐洲以及美國 還有這個澳洲啊中東以及非洲都有 那這是我們看到實際上可能還有包含更多的國家 那下面是我們到這個2021年10月為止的統計 就是受到他們攻擊過的這個單位 它的這個那個產業的那個分別 那最多被攻擊的就是這個新聞媒體 尤其是這個東南亞或東亞這些 中文的新聞媒體公司 那在這個歐美或是澳洲也有 不過那邊攻擊的單位就是比較像是當地的華人新聞 那第二多的就是這個NGO的團體 像是這個人權團體或者是宗教團體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跟教育相關 像是大學或者是研究所或者是研究單位 像是在去年的時候有那個其他廠商報道這個 TH22攻擊台灣的研究單位 那這個也是這個二十拉斯卡的行動之一 那後面我們看到他去攻擊這個賭博產業跟這個加密貨幣 那這部分就是我剛才講的可能比較像是他們 對這個金錢方面的攻擊 然後最後值得提的是他在2020年初的時候 他其實有去攻擊那個製藥公司 那這部分也呼應就是當時美國 他們有發出一份這個攻擊COVID research的 攻擊的IOC清單 那在那個清單裡面其實我們也有看到 是二十拉斯卡他們用的這個CNC domain 那接下來講一下他們怎麼部署他們的攻擊伺服器 那他們主要有兩群伺服器在使用 第一群是他們長期會在一家VPS的服務商 叫Valter上面去租用他們的伺服器 那他們會透過這個Nantrip去註冊他們要用的domain 然後resolve到這個伺服器上面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就是利用PASIC DNS的data 去逆查他這些C2 domain的話 就會發現他們可能在2019年4月開始 他們就開始租用這些伺服器 然後進行攻擊 那除了進行攻擊以外 他們也會拿來做CNC使用 那除了像是Cobal Strike以外 他們會用像他們自己自有的Mower 像Shadowpad,Winty或者是這個Funny Switch 那第二群的Server是從這個2020年中的時候 他們開始去對外去攻擊其他人的Server 然後把他的Server拿來用他們自己的攻擊使用 那最主要的攻擊就是針對這個 舊版本的Glassfish Server 那他會直接去入侵這Glassfish的Server以後 然後在上面deploy他們要攻擊的套件 然後去攻擊別人 或者是他就直接開啟這個Cobal Strike的Tim Server 然後把他們的Server當成他們的CNC使用 那他們會到這個Freenom的這個domain service 去註冊這種免費的domain 然後Mapping到這些Server上 那這些domain通常就是 常見的像.tk.ga.ml的這種domain 那他們也會幫這些domain加掛上 這個Cloudflare的CDM proxy 所以你去查這些domain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的是Cloudflare的IP 但不會看到的是Glassfish的Server 然後這邊最主要他們就是 除了攻擊以外也是拿來做CNC 像Cobal Strike 但是他們像他們自己 Private的Maware 像是這個Shadowpad的或者是Winty 他們就不會放在這種Server上面 那這邊是一個範例 就是他們去假冒了一個 新聞媒體相關的網站的domain 然後他們註冊了這個domain以後 這邊就是一個胎賴表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註冊domain 馬上就掛上Cloudflare的process 所以你其實去查他IP的時候 你是查到是Cloudflare的Server 但是可能時間久他在切換的時候 他忘記掛上 或者他不在意的他沒掛上 那你也會看到他們是 其實Maping到這個Glassfish的Server 那隨著時間用一段時間 他就會換一台其他的Server 去做攻擊這樣子 那除了像這個domain以外 他其他的C2 domain 你也可以利用像是Shodan 或是Sensys這種Network 設計Engine去尋找 那有時候你就會找到 有一些Glassfish的Server 它上面怎麼會有這個Cobal Strike 再聽這樣子 那這個Cobal Strike用的Certificate 它上面可能是 還是這個Cloudflare signed的Certificate 那這就是他們在 這個Cloudflare的process後面用的 這個compromisedServer 那下一群是 一小群的Server 是他們用來做跳板的部分 那他們在香港那裡租了幾台的機器 然後在上面裝了這個Soft Ether的 這個VPN軟體 那他們最主要就是要從他們的所在地 跳到這個Server上 然後在對外 對剛才我們講的那些Server 進行操作 那最主要就是要 那個隱藏他們的真實的位置 那接下來講他們怎麼樣去攻擊 他們要攻擊的對象 那首先第一步就是 他們第一個方法就是用這個釣魚信件 那這個釣魚信件就是 裡面會帶有一個連結 通常這個連結可能是連到這個 Google Drive上面或者是 剛才講這些Glassfish Server 他把這些檔案host在那些 Glassfish Server上面 那他就提供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 如果使用者去下載的話 他就是一個壓縮檔 那壓縮檔裡面我們看過 可能是像是 EXE或者是LNK檔 那這些都是假冒成那個受害者 他會感興趣的文件 那不管是這個LNK檔 或是那個executable的file 他最後就會做兩件事 就是打開他要假冒的那個文件 以及他在背後執行起這個 Copal Strike Beacon 那這邊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他的LNK檔 那他的LNK檔就是 他會先去開啟這個for file的指令 然後他帶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去指定 他剛才自己的這個LNK的檔案 那後面是對這個檔案 進行的操作的指令 那這裡的指令就是把那個LNK Copy到TEMP目錄底下 然後重新命名成一個TEMP file 那後面還有一個步驟就是 他會去這個系統裡面找這個 SHT的執行檔 那他要找的是 MSHTA的這個執行檔 那他就會從這個後面 他裡面帶的一個URL 去讀取一個HTA的檔案去執行 後面的那個步驟 那另外值得一提是 他的LNK檔 並不是單純的LNK檔 他的LNK檔 他的檔案後面 還被append的 一長串的這個Base64 encode payload 那剛才講的 他去讀的這個HTA的檔案裡面 做的行為 像是下面這樣 就是他會先去 Copy這個sertutil的檔案 然後到這個APP data底下 然後重新命名成Chrome.ese 那他再用這個 他再用另外一個指令 把剛才那個LNK檔 append的這個Base64的字串呢 dump到另外一個TEMP的檔案裡面 然後接著就用這個sertutil 去解那個Base64的檔案 變成一個Cabinet的檔案 那這個Cabinet的檔案裡面 又可以再解開來 然後變成兩個檔 就是剛才講的這個 他假冒的文件的原來的檔案 以及他的Copostrike的那個loader 那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把剛才產生的那些 中間檔都刪除掉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他的那個Copostrike loader 那像上面這個Case 我們看到他Drop的那個executable 裡面帶有PDB的String 那他的PDBString 叫他是這個loaderbmp.ptb 那我們也有看到一樣的loader 但他有不一樣的PDBString 那這邊的PDBString叫做fishmaster.ptb 那這也是為什麼這個group 有時候會被叫做這個fishmaster 那在這邊我們就叫這個loader 叫做fishmasterloader 那這個fishmasterloader呢 他就是會直接去遠端下載一個 BMP的圖檔 那這個圖檔是真的可以打開的圖檔 不過他已經被加料了 他就是被裡面塞了這個 Copostrike sharecode 那下面講一下他怎麼從這個 圖檔裡面解除他的sharecode 那他的程式會先去 這個BMP的header裡面找到一個value 那這個value是一個offset 會告訴你說 哪裡是這個BMP圖檔的資料的開頭 那他就會jump到這個開頭的位置以後 然後位移3個byte 然後去取得他第一個的這個sharecode 的byte 那接下來他就是一個loop 會每次跳4個byte去讀 接下來下一個sharecode的那個資料 那讀到他想要的長度以後就停止 那他就可以在memory裡面組合成他原本的sharecode 然後去執行起這個copostrike 但像他這種做法長圖的方法其實是比較暴力的 就是他真的只是把那個byte硬塞到這個圖檔裡面 所以當你去看這個原本的這個BMP的圖檔 他雖然可以看 但你會看到他的底下裡面其實有一些雜訊 那就是因為他把這些sharecode塞在裡面 所以造成他的圖片有些混亂 那其他我們也有看到其他版本的Fishmaster Loader 像是他有另外一個版本是用這個XOR 單純用XOR去XOR那個sharecode 那一樣他也是從遠端下載一個sharecode的檔案回來 然後透過他這個XOR去XOR他裡面設定好的key 像是Fishmaster或Fishdownload這些key 然後還原sharecode 那我們也有看到其他他在試用這些algorithm 像是ASDS或者是直接只用Base64 code而已 那這個部分是Fishmaster Loader 那下面講是另外一個攻擊手法 他們也會用水坑攻擊 那水坑攻擊的部分他們就是去入侵他要攻擊對象的一些網站 或者是他自己準備一個假的網頁 然後是那個對象感興趣的網頁 那他在裡面再加上他們的Malicious script去進行攻擊 那這邊我們看到他的script 基本上都是從這個Github的project 叫做Flashpop這邊去修改過來的 那這個Flashpop這個project裡面做的是 他就是說他就會在網頁上開啟一個小的視窗 然後告訴你說你的Flash版本過低 然後請安裝新的版本 然後要你下載一個連結 那這邊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連到你自己想要的這個二一層式這樣 那我們有看到幾個case 我們就準備三個case 在這邊分享 就是第一個是他做了一個假的這個YouTuber的頁面 那使用者點進去以後他確實是一個YouTuber 就長得像YouTuber的頁面 但他不能看那個video 那這個頁面第一件是他會先送一個post 到他控制的某一台機器上面的一個叫ts.php的file 那這個ts.php的file呢 他會回傳一個http200的code給這個網頁 那如果他有收到這個200的話呢 他就會跳出下面這個flash的視窗 然後就是誘遍那個使用者去下載他們的那個執行檔 那這個執行檔就是一個copal strike的loader 然後這邊是第二個水坑攻擊的例子 就是這是一個針對台灣的新聞媒體 他已經入侵到他裡面的系統 然後在他們系統上面掛上他們的javascript 那一樣他就是會顯示這個flash player的版本過低 請你重新下載安裝這樣子 那你下載以後確實他會去安裝那個flash player 但他同時也會在後面用這個 跑這個DL 然後讀取這個copal strike跑起來這樣 然後第三個case是我們發現他有個檔案 我們不確定他是要攻擊誰 不過他這個網頁的檔案是去 去copy這個香港的某一個新聞媒體的網站 那他把它copy回來以後 再把它裡面注入他們的這個21程式碼 就是這邊是mdns.js的這個file 那這個mdns.js的file呢 他會先去確認這個使用者的browser裡面的user agent 是不是手機的user agent 像是Android或是iPhone 如果適合的話他就停止攻擊 那如果不是的話他就會先一樣傳一個post 到某一台server上的這個ts.php 那看這個ts.php會不會回他一個http200 如果會的話呢他的這網頁就會秀出這個 一樣一個error message 但這邊他是告訴你說你的游覽器的DNS有錯誤 請你清空你的DNS cache 然後要你點擊一個去下載 那這邊下載是一個dns.exe 不過他也一樣也是這個copy strike 那這邊講一下那個ts.php到底是做什麼 那其實這個ts.php他會去記錄這個送post過來的使用者的這個IP 以及他來源的那個網站 那他會把這些資料寫到他同一個資料夾底下的另外一個檔案叫vi.tst 那同時呢當有人送這個post過來的時候呢 他會去讀這個vi.tst 然後去看說這個送post來的這個source IP 他是不是已經被記錄過在這個vi.tst裡面 如果沒有的話代表他是第一次訪問到這些有問題的網頁 那他就會回一個200給那個javascript 然後請他秀出剛才看的那些惡意的那個假冒的錯誤訊息 那如果他是已經被記錄過他就會回傳其他的call 讓這個script去停止這樣就不會再重複attack 那他透過這個方法就是說他只確定說他只攻擊同一個使用者一次而已 那也不會說有使用者一直到這個網頁就重複一直秀這個錯誤訊息 讓他覺得很可疑 那減少他們覺得可疑的機會這樣 那另外他們也是會直接去攻擊對方對外的server 像是我們在這個gasfish 他們入侵的gasfish server上面呢 我們會看到他直接在上面安裝這個acinetis的server 那這個acinetis呢就是直接他就是利用他直接去對他要攻擊的單位做掃描這樣 那看他的網頁上面是不是有可以直接利用漏洞 他就直接入侵進去 那我們也有看到他會很積極的利用這個外面已經有的新的exploit的poccode 然後直接利用這些code呢去打人家的 像這邊他是用這個proxy shell proxy logon去打這個exchange 然後在上面注入這個webshell 或者是跑他們cobal strike 那另外就是剛才一直講到這個gasfish 那我們有去調查過一個gasfish server 那基本上這個gasfish server 就是一個很舊版本的gasfish 那它上面有個漏洞是可以讓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去存取上面的檔案 然後讀取上面的內容 那這個檔案其實在gasfish裡面有一個 是存有admin password的一個檔案 那你只要去讀那個裡面就會回傳他的那個password的自傳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password呢直接去登錄這個gasfish server 那我們就看到他登錄以後呢 然後就直接depoit他們的webshell 這邊我們看到像是這個command with JSP 或是behind的這個冰蝎的這個webshell 那另外他們也會在這些server上面直接對root靠插他們的那個sh key 所以他們就不用透過這些webshell連結 他們直接ssh進來控制這樣 那這邊是這個gasfish的部分 OK 那後面講就是他如果成功攻擊了以後 他在內網做的一些我們觀察到他們做的一些行動 那基本上都是蠻大家都蠻知道的內容 所以我就很快給大家看過一次 那首先就是他進去以後要先收集一下這個環境的資訊 所以他會用一些windows command 像是net、ipconfig、nestate這些去收集一些基本的資料 那他也會用sepati的tool 像adfind的或是powersport 去收集他ad環境的這些資訊 像這邊他就是直接用一個powershell 這邊是他真的使用的一個command 他就是直接去github上面去抓這個powersport的script 然後下command就是getnetcomputer去list他整個ad環境裡面的其他server 那除了剛才講的這種passive的收集方式以外 他們也會用這個scan直接在別人的環境裡面做scan 然後我們有偵測到指令像是這個nbtscan 或者fscan都是比較常會看到在那個apt使用的這種scan工具 那我們也有偵測到另外一個command 是這個hbs.exe的這個指令 那一開始其實我們用google去找這個hbs 其實找不到什麼資訊 不過我們就是從透過這個virus total上面 我們找到同樣一個名字的檔案 那這個檔案裡面他所需要的這個參數的格式 其實跟這邊的command是matched的 所以我們覺得他應該就是同一個 這邊他所使用的hbs的檔案 那這個程式呢其實你直接去看裡面他有 就有帶有自傳告訴你說他自己是一個pod banner scanner 他就是一個scanner這樣子 那下面還有帶有他作者的資訊 那看起來就是這個是一個那個中國那邊開發的一個scan的tool 那除了剛才這個scanner以外呢 他也會去讀windows event log 那想辦法從裡面去找到一些網路的資訊 像是這邊他會去讀這個4624成功登錄的這些log 然後從裡面去看他裡面登錄過來的那個ip address是從哪裡來的 或者是說他會去看這個rdp的log 那他會知道說誰從哪裡rdp過來過 那他讀這個rdplog的時候呢 他是用一個powershell script 如果你直接在google搜尋就是這個rdpconnection parser的話 你就會找到那個在github上面找到這個script 不過他們把這個script呢放在他們自己的一個github account上面 然後在對方的環境裡面下指令去讀取他執行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講一下他的這個github account 那這邊就是那個rdpconnection parser 他就是用這個getwin event去讀這個windows event log 然後把它parsing出來變成一個rdpreport.csv的檔案 然後再讓他自己帶回去看 那剛才講的他們常常利用這個cobl strike server cobl strike 那除了他們執行也以外他們也要想辦法維持 因為他們怕對方重新開機以後 可能這個cobl strike就消失了 所以他們常用的方法就是也是用這種create service 或者是加一個task 或者是加到這個initialization的script裡面 那保證他說重新開機以後 他cobl strike還是可以上線 那另外我們也有看到他在用一些比較advanced的 麻煩像是fine switch 他就會把它放在這種 他就會把它放在這個nsdtc的service底下 那nsdtc它是一個這個windows 算是用來做database communication的一個service 相關的service 那它裡面會需要幾個dl 像是這個ocidl這些 這個ocidl就是一個oracle的dl 但是在windows裡面其實它default並沒有存在這個dl 所以你是可以自己做一個ocidl 放到他的資料夾裡面 讓他的service去讀起來執行 然後另外就是當他這個service啟動以後 這個nsdtc的這個process 其實也是一個系統權限的process 所以你在透過這個service 不僅是維持也有一個提權的效果 那另外我們也有看到他把這個mware的dl 放在這個printer的service底下 然後假裝註冊他成為一個printer的driver 使用 那當這個service沖啟了以後 他也會被這個spoorSV的這個process 去讀進來執行 那這個spoorSV的process 他也是一個系統權限 然後可以讓你做到維持的效果的一個方法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windows10上面 我們看到他們用這個fodhelp的 USC bypass的技巧 以及他們也會用這個spoorSV 像這個betpotato去做USC bypass 那獲取這個密碼的部分呢 他一樣也是用最常用就是這個proxy dump 直接去dump這個lsus的memory 回來去解 那或者是透過這個mimicad 然後去exploit這個zero logon 然後再用這個dc-sync 把這個hash-sync拿回來 那另外他也會對對方的那個網路環境 然後直接從外部建一個tunnel進去 那他們的攻擊力量就可以直接導進去 他們的網路環境裡面 那我們有看到的proxy tool 像是這個frp或swoom都是比較常見 那還有一個叫lcx 就比較不常見的tool 但也是可以找得到他的資訊 那最後是當我們 當他看到了有一些檔案他想要偷的 或者是他看到一個database他想要偷的 那他就會先利用這個winIR 去把這些檔案或者這個database的dump 壓縮起來變成一個檔案 那接著他會用另外一個工具叫megaCMD 去把他上傳到這個mega的cloud drive上面 那他就可以偷到這些檔案 那這邊的這個megaCMD檔案 其實跟官方提供megaCMD的程式 是不一樣的程式 那這邊比較是他這個程式不用安裝portable 然後他只需要讀一個config file 那他就可以執行他要上傳的這個動作 所以對駭客來說是比較friendly 那這邊就是我們整理了一下他各個階段使用的工具 那有一些工具呢其實我們沒有看過他使用 就是我們偵測裡面沒有看過他去使用這樣的指令 但是其實我們在剛才講的這個githubaccount上面 發現他有上傳這樣的exploit工具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講一下他的githubaccount 那這個githubaccount的活動就是最早是在2020年3月 開始有第一個上傳然後到後面一直到這個7月為止有最後一個上傳 那上面放的東西呢就包含像是各種的webshell 像是我們剛才提到那個githubacc上面用的這個 並且的jsp的webshell 還有其他像pearl csharp和php的webshell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一些python script是用來攻擊的 像是這個有用來做scan的或者用來建這個reverse shell的python script 那另外我們有就是剛才提到這個powershell的script呢 用來去parsing這個windows event 那也有看到script就是我們剛才提到他會直接去insert這個sh account 然後sh的pars我直接到那個root account 然後剛才提到這些exploit tool 那另外還有這個coblstrike的loader 還有這個挖礦程式以及winty的mawai本身 那我們就去看這個coblstrike跟這個winty呢 我們可以發現他的c2 我們從裡面解除他的c2 其實這些domain都是過去已經被report過 都是這個erslaskar他們所使用的一個domain 所以我們可以很確定說這個github 其實並不是說一個隨便的人 他在蒐集這些攻擊的工具然後被拿來利用 他是真的是這個erslaskar他們自己所擁有 然後用來傳他們的這個攻擊的payroll 那剛才提到他們就是上面有放這個挖礦程式 那我們就去看這個script 其實發現很有趣就是 他可能已經入侵了某一個單位 然後掌控了他底下的電腦 所以他用這個script 然後用netuse 直接去對下面所有的電腦 去report他的這個挖礦程式 然後執行這個挖礦的指令這樣子 那他就是把整個對方的環境拿來做挖礦 那上面講的是那個github的部分 那後面我們也講的就是我們有發現他們去攻擊賭博公司的行動 那這部分他們用的是一個很特別的馬尾 叫做biopass read 那我們就分開來講 那這個biopass read 他是一個python寫的backdoor 那他是一個模組化的backdoor 他每個模組都是一個python script 那他平常會放在一個cloud storage的service上面 等他要使用的時候他再去下載這個python script回來執行 那另外他的CNC是利用這個sacky.io的library 就是透過websacky去做跟他CNC做溝通 那為什麼會發現這個biopass read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研究這個fishmaster loader 我們發現的其中一個sample上面呢 帶有一個URL的字串 那這個URL的字串呢 其實這loader本身並沒有用到這個URL 不過我們是可以直接透過這個URL去下載 得到一個biopass read的loader 那這就是他可疑的地方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留這樣的一個字串在裡面 可能是失誤或怎樣 那另外我們發現biopass read呢 他的loader常常都會被用這種偷來的certificate去sign過 那偷來的公司呢 大部分都是這個韓國或台灣的這種遊戲公司 然後他們的certificate被偷了以後 然後去sign這個biopass read的這些loader 那這個行為也跟以前的這個wintygrouper很像 因為以前的wintygrouper也是常常會去偷這個certificate 然後遊戲公司的certificate 然後去sign他們的binary 那我們也有發現說 其中一個sign用來sign的這個被偷的這個certificate 有去sign過一個中國apt在用的一個mawware apt組織他們在用的mawware叫therasby 那這是不是oslaska在用的我們就不確定 那這邊是他們怎麼樣去攻擊這個賭博的網站 那他首先會去攻擊這個賭博網站上面的客服 的線上客服網頁 然後在這個客服網頁上面注入他們的javascript 那當使用者去assess到這個登錄網頁 這個客服網頁的時候呢 這個script就會去對這個使用者進行本機的掃描 那他有一串他已經設定好的port 那他會對每個port去送一個http的query 那去看他的response 那如果他的response match到他下面其中一個字串的話 他就會知道說這台電腦已經被感染了這個bio pass rate 那如果他已經感染他就會停止攻擊 那如果他沒有偵測到這些stream的話 或這些port的話 那他就會進行後面的步驟 後面的步驟就是他會跳出一個錯誤訊息 然後一樣告訴你說你的這個某個東西的版本 舊了所以他會導你到這個flash player的網頁 或者是這個serialite的這個安裝網頁 然後要你去下載一個止心檔 那一樣就是這邊都是假的 所以他止心了以後就是會跑這個 這個bio pass rate起來 那這邊是一個bio pass的這個loader的執行的flow 那最主要他就是會執行兩個比較大的module 一個是這個c122的module 它是就是一個python script 然後還有這個bio pass rate本身 它也是另外一個python script 然後這個c122的這個1222的module呢 他第一件事會做的是 就是他會先開一個http的server 在對方的那個機器上面 那就呼應到前面講到那個javascript 就是他會從他的一個pol的清單裡面挑一個pol 去執行http server 然後這個http server 就只會回簡單的一個字串 就可能是像這個dm online 或者cs online 或者online 這樣子 然後這樣他的javascript 就知道說這一台電腦已經被感染過這個bio pass rate 那除此之外這個ce122的module呢 他也會去執行這個cobstrike shellcode 然後去跑cobstrike在後面這樣 那另外一個module就是這個bio pass本身 那bio pass這個python script 它就會 它第一步會先去建立這個 一個marker file 告訴他自己 我已經感染這台電腦 然後接下來他會去開啟兩個task 一個是去維持他的這個ce1222的module 那另外一個task就是去維持他的bio pass本身 那這個task就是會去下載他的script 然後執行起來 那後面的話 他一樣會再去開一個http server 那這個server的話 一樣他就是回一個簡單的字串 就是這邊就是寫他是bpsv3 然後去告訴他的attack script說 他已經被感染了這樣子 那接著他就會在public的folder底下 開一個他自己的folder 用來儲存他接下來要用的一些檔案 然後這邊是一個bio pass rate的config的一個範例 那他上面可能會config好他的c2 server的位置 然後一些重要檔案要放的位置 以及一個這個阿里雲cloud service上面 他要用來上傳時 用來上傳這些他偷到的東西的時候 他要用的這個id跟他的密碼這樣子 那bio pass rate執行起來以後 他一開始跟他的cnc server溝通 他會先送一個這個join的event 然後裡面帶有一個incode過的這個data 那這個data就是關於這個被感染的人 他的本機的一些資訊 像是ipaddress或他的電腦的資訊 那另外他也會帶一個key 不過他是第一次感染的時候 這個key就是是怒我就是沒有值的 然後他的script裡面主要有三個handler 那第一個handler是叫notice 那他的目的就是要從這個cnc server 搜這個notice的這個event 那這個做法就是他要讓他自己 他要保證他自己應該說他要確認他自己 跟cnc的server溝通是不是順暢的 所以他就會用這個noticeevent呢 他就會定期去收這個cnc server傳來的noticeevent 那如果他發現他過了一段時間 都沒有收到這個noticeevent的話 他就會自己強制重啟自己 然後去重新去連線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個handler就是sitkey 然後這是cnc server用來assign這個victine 一個id用的 那他會generate一個六個字的random字串 然後給這個victine 然後他會存在這個bps.key的這個檔案裡面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but id這樣的一個概念而已 然後最後一個handler就是他主要又來進行 這個bill pass rate的所傳來的一些操作的指令 那下面就是他support的一些指令 因為有蠻多的 所以基本上他的指令 除了基本的操作這些檔案系統啊 看一些資料以外呢 他還會去安裝一些程式 像這邊他會去安裝這個fmpeg的這個library 然後他就可以幫助他去測錄這個使用者的桌面 那他就把他的桌面他在做什麼事錄成一個video以後 他再把這個video拿走這樣子 那另外他也會去那個安裝這個obs的這個直播軟體 那他的目的就是他安裝這個obs以後 然後他就把這個stream指到他用的這個阿里雲的cloud service上面 上面有一個streaming的服務這樣 那他就可以透過直播的方式直接去看 對方的桌面上面正在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那另外他也有很多功能就是要去偷這個即時訊息軟體 像是這個telegram或qq或wechat上面的訊息這樣 上面的一些檔案 然後他也會去偷browser的資料 像cookie啊然後history啊 bootmark這樣子 然後這些偷到的資料他都會直接去上傳到那個阿里雲上面 他們已經準備好的這個他們的一個bucket 那另外我們也還有看到 我們從我們的feedback資料裡面有看到這些bio rate 有被感染這個bio pass rate的感染者 他們有被要求被指令去執行一個python script 那執行的script包含說他們有一個script是直接去wechat的memory裡面 把他的對話訊息直接拉出來然後dump出來然後再回傳走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script他是會去安裝這個winddevelop的library 那這個winddevelop的library 他讓他可以去對這一台機器上面的網路流量做一些操作 那他可以這邊我們看到他就是把他的xss的script直接可以注入到這個網路流量裡面 那很有可能剛才講的那些客補網頁就是因為他中了這個script 所以他出去的流量裡面都會被按插這個xss的script 那以上就是我們講這個bio pass rate的部分 那最後就是這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那最後就是總結一下就是 呃...基本上這個我們看這個eslux卡跟 他雖然常常都會被關聯到這個apt 41或wint 但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其實是不同的group 包含說他用的這些伺服器其實跟他都是完全獨立的 沒有overlap 那他使用的技巧其實應該說他的水準也有一點差別 所以你可以看到eslux卡其實很重 他大部分都是用這種外面有已經有的這種script的tool 或者是外面release出來的poc 然後去積極的去打對方這樣子 那只有當他們看到有一個對象 可能是他們要長期埋伏或跟肩的 那他才會用到剛才講的一些他們自己自有的mower 或者像是這個shadowpad或者wint 那至於為什麼他們會跟這些wint group 擁有同樣的工具 這邊我們其實就不知道 所以他實際上跟這些wint 或apt 41之間的關係 其實這邊都還需要再做研究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sharing 那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非常謝謝Joseph精采的演講 那這邊的問題的方面 我看到slider上面有一個提問是說 請問為什麼要用user agent的判斷是不是手機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那個聯軍網頁的時候 他要判斷這是不是手機網頁 這是為什麼呢 他應該說他的script是被讀到clinesign 所以他可以直接在clinesign的java script上面 執行去看他browser本身的這個user agent 那他透過這個方法 他就會知道說這一台device 他現在正在攻擊的這個device 是不是一個桌機或者是一台手機 那如果他知道這是一個手機 因為他接下來要攻擊要傳的這個payload 是一個windows的loader 是cobl strike 所以他就不會 他看到手機 他自然他就不會想要去攻擊他 所以他就會停止這個攻擊 所以是一開始就沒有把手機當成對象 而且他的mailware可能也不支援手機這個平台 對 OK 那現場的聽眾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可以舉手發問 不好意思 我的那個問題有點多 有三個 第一件事情是 我看一下他的中繼站是有用 看起來是好像沒有用DGA的這個 這個技術去做分佈的嘛 那第二個事情是剛剛 因為我看到他是用那個ts.php 那這個未來是不是可以當作是一個 做阻隔或是防禦的一個規則來避免這個情形 第一個DGA的部分 因為通常DGA都是他的algorithm都是寫在這個mawain裡面嘛 然後他會去用這個DGA的方式去搜尋一些domain 然後找到他要真的連線的那個CNC這樣子 然後去避免說他的domain被這firewall擋住這樣子 不過他們用的mawai這幾個都沒有DGA的那個功能啊 所以這邊就沒有 只是說他的domain剛才看他的subdomain 其實常常都會帶一個random的字串 可能8到10個random的字串 然後當成他的subdomain 那前面後面再接上他原本要用的這個domain 那至於為什麼他會有這個規則 我不知道是因為這個他用的這個domain service 本來就有提供這種幫你jam這個subdomain的服務還是怎樣 這我就不確定了 不過他這些domain都是固定的不是DGA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這個ts.php是不是當一個pattern 我覺得有點general啊 就是因為ts.php你去找可能有好幾個URL都是ts.php 所以你直接拿來用應該誤判會很重這樣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剛剛我在看說你說他C2的會有一些垢連 那這些垢連其實是有 他們會有做加密的動作嗎 不然他怎麼知道那個North的這個部分 你說C2的什麼 C2就是他怎麼確定他跟C2 就是你的受害端跟C2 他中間的連線是有做加密的嗎 你說像後面這個Malware嗎 他就是用這個Web Saki啊 那我記得這個Web Saki應該是有certificate吧 看他有沒有用我記得好像有 對他就會是加密的流 好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場在11.55準時結束 那這兩場趨勢的分享都非常精彩 那當然這個attribution就是到底是哪一個族群 這個編號是不是APCC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因為我們研究員的角度大概都是從外面看 看樣本看這個通緝站這些來關聯他們 但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跟上一場可能應該是不同的一個小組或集團在後面 雖然他們有這個工具overlap 可是因為他們的中繼戰戰沒有功用 所以應該是不同的這個族群 那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謝謝Joseph今天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演講 謝謝